然後 看居然跑過去動一腳 看到婆婆轉圈圈 小胖也有樣學樣 瘋狂地繞圈圈 婆婆竟然頂著一公升重的酒瓶 重新開始跳起舞來了 奇怪 這次快小胖不見了 小胖也不認輸 頂著小酒瓶登場了 小胖好像轉過了頭 有點同昏眼花了 遺產店馬上就要到了 沒想到 小胖很大的雪牛忽然出現在他們倆的眼前 這條雪牛其實是為了炸甘蔗汁來製作黑糖 而被飼養在流行村裡頭的 不過小胖最怕身居龐大的動物了 以前他曾經在路上碰過牛群 結果立刻跑去 結果立刻逃至夭夭 不過這次如果不從水牛面前走過去 就沒有辦法到達目的地圖 他已經出閃電了 稍後詹姆斯竟然做出了叫人意想不到的行動 詹姆斯居然跑過去 才是稀奇水牛的买來 詹姆斯舒服的飄在水牛身邊 似乎很喜歡他 小胖要怎麼辦呢 小胖要怎麼辦呢 小胖鼓起勇氣奮力向前衝 成功了 小胖衝了過去 拉起詹姆斯就跑 終於順利抵達了土產店 小胖要在這間土產店裡 買果果最愛吃的山口瓜 還有黑糖 以前小胖每次都只買一樣 這回一次卻要買兩樣 小胖就加油喔 公司先生一臉擔心地跟在後面偷看 小胖 進了店裡 小胖立刻開始找尋目標 小胖不打翻我了 小胖快點踢起來 对 别让扎姆斯吃掉了 要一个不漏的全都捡回来 终于 全部都捡好了 小康 你好棒 还向店员道过歉 继续寻找山苦瓜跟黑糖 终于找到其中一样的山苦瓜 可是 小康的个子太小 手挂不到山苦瓜 怎么办呢 小康发现了旁边的纸箱 要拿纸箱来当他讲台啊 小康真聪明 成功了 终于拿到山苦瓜了 还知道要把纸箱放回原位 小康真的好棒啊 好了 拿到柜台结盖 就大功告成哦 终于成功买到了第一样东西